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创世纪 朋友们弟兄姐妹平安 感谢上帝给我们这个机会再次相聚在云端一起来学习他的话语 在创世纪中与主相遇 在我们的分享中我将会带领大家读新一本的经文 今天在我们的分享当中 我会带大家读的经文是新一本的经文 我们要一起来思想创世纪第四到第五章的信息 首先在第四章记载了亚当夏娃的两个儿子 该隐和亚伯的事迹 在四章二节到四章十节里面 亚伯和该隐分别向耶和华上帝献上礼物 上帝看中亚伯和他的礼物 但是上帝没有看中该隐和他的礼物 该隐因此就非常愤怒 垂头丧气 在第六第七节上帝首先责备他 他若是行得好 岂不可以抬起头来吗 言下之意是他行得不好 后来在第八节 他继续带着他的愤怒 设计把弟弟亚伯杀了 让我们想一想 该隐究竟错在哪里呢 为什么上帝不看中他的礼物呢 是因为那是地理的出产 而上帝悦纳的是寄生的献上吗 经文在这里并没有如此解释 第五节告诉我们 上帝没有看中的是什么呢 经文清楚地告诉我们 是该隐和他的礼物 因此在第五和第九节就提到 是该隐的态度 他和他的礼物不被看中 当他的态度影响到 他和他的礼物不被看中的时候 他的愤怒和杀了亚伯后的否认 第七到第八节也提到 他的生命不蒙上帝悦纳 因此他所献上的礼物 自然也不被上帝看中 是他的态度有问题 是他的生命不蒙神悦纳 其次 当我们对比三章十七到十九节 亚当犯罪 以及四章十二节 该隐杀了亚伯之后 耶和华上帝分别对亚当 和该隐的审判的时候 我们看到他们所受的审判 有相类似的地方 那就是与地的咒诅有关 亚当所受的审判是 地受咒诅 而该隐受的审判则是 从地受咒诅 他们所受的审判 也有不同的地方 在三章十七到十九节里面 当大帝因亚当犯罪而受咒诅的时候 地将长出荆棘和吉林 因此 人必须终身劳苦 才能从地里得吃的 人一生的尽头 也必归回尘土 而在第四章十一到十二节里 当该隐杀了亚伯 面对上帝的审判的时候 他是比亚当更进一步的 面对了上帝更严厉的审判 经文告诉我们 他要从地受咒诅 之前亚当的审判是 终身劳苦才有的吃 四章十二节告诉我们 该隐却是重地地不效力 而且他将会在地上流离失所 因此我们可以看见 从亚当到该隐 甚至到后来 四章十九节到二十四节出场的 该隐的玄孙拉麦 人犯罪的程度 或是神对人审判的程度 都是有真无减的 先是地因人犯罪而受咒诅 亚当要劳力耕种才有良可施 后世该隐从这地得了咒诅 地不效力 无处可住 直到了该隐的玄孙的儿子 也就是他的来孙拉麦 在四章二十三二十四节所发出那 狂妄令人心寒的话 壮年人伤我 我必杀他 青年人损我 我必害他 人若杀该隐 要遭报七倍 人若杀拉麦 必遭报七十七倍 接着 在人类面对罪恶影响 快速扩大的时候 我们看见四章二十五节 出现了转机和盼望 赛特出生了 二十六节 接着清楚地指明 这从赛特延续下来的这一支 是代替亚伯纳 敬前被上帝拣选的后裔 二十六节说 在赛特的儿子以诺氏的时候 人才开始呼救耶和华的名 五章一到二节写的 神按自己的样式造了亚当和夏娃 赐福给他们 而在五章三节就提到 亚当的儿子里 赛特是那一位 与亚当形象 样式相似的那一位 因此很清楚的 在经文里面就指出 赛特是上帝拣选的那一支 在赛特的后代里 值得我们关注的 有两位 在经文中特别多描述他们一点的 在第五章 这两位分别是第一位 五章二十一到二十四节 所描述的以诺 他在六十五岁的时候 开始与上帝同行三百年 之后不见死 直接被上帝娶去 对以诺描述他 与上帝同行这样的表达 意味着他与上帝 有一个非常亲近的关系 第二位 值得我们关注的 在第五章的家谱里面 赛特的后代 就是五章的二十五到三十二节 描述的以诺的曾孙挪亚 挪亚的名字的意思是 安息修歇的意思 所以当以诺的孙子拉麦 请留意这里的拉麦 是赛特的后代 也是以诺的孙子 而不是该隐的后代 那个狂妄的拉麦 当以诺的孙子拉麦 也就是挪亚的爸爸拉麦 为他的儿子取名为挪亚的时候 他期待挪亚将来 能够为他们在三章 十七到十九节 神对亚当的审判中 也就是对地发出的 咒诅的光景中 带来安慰和安息 亲爱的朋友们 从今天的经文中 我们清楚地看见 在堕落犯罪中 我们当如何回转 活出敬虔而蒙恩的生命呢 首先 从第四章的信息当中 我们看见 我们必须以一个 尊主伟大的态度 来遵行上帝的心意 上帝不怨纳该隐所献的贡物 是因为他的生命和态度出了问题 这清楚地显明在 当他知道上帝不怨纳他的贡物的时候 他的回应是非常愤怒 垂头上气 当上帝责备他的时候 他不但没有尊主为大 以谦卑的态度 立即认错悔改 他反倒是一不做 恶不休的 找机会杀了亚伯 犯罪 背逆上帝 接着 当上帝来质问他 亚伯在什么地方的时候 他继续执迷不悟 顶嘴抵挡上帝 他生命的光景 从态度不对开始 到最后对上帝的审判 结果是越陷越神 到无法挽回的地步 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我们生活当中 我们对一些不起眼的罪 甚至可能只是 态度上的一点点偏差 还没有行出来的错误 我们敏感吗 当上帝借着圣灵 或是他的话语圣经 在我们心里提醒我们的时候 我们愿意重新拾回 尊主伟大的态度 回转按着神的心意而行吗 愿我们在实际生活中 每一天都警醒 尊主伟大 也愿意不打折扣 不隐瞒 不走捷径地 按着神的心意而行 在犯罪堕落的生活当中 我们当如何回转 活出敬虔而蒙恩的生命呢 其次 在第四章 结尾到第五章当中 我们看见 我们要时刻与神同行 如此 我们才能够得着神所赐的安慰 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 上帝赐下了赛特 代替了亚伯 成为被拣选的一只 使得亚当和夏娃得着安慰 在赛特的儿子 以诺氏的时代 人开始呼求 耶和华上帝的名 接着 这第五章经文里面的 以诺和挪亚 就让我们看见 什么是 敬虔蒙恩生命的写照 我们唯有 如同以诺一样 与神同行 才能经历 挪亚名字 所带出来的 这种期待和盼望 就是在地上的操作 和手中的劳苦中 我们能够得着安慰 亲爱的朋友们 在我们每天 牢牢陆陆的生活中 我们又何尝不是 期待着 与挪亚的父亲 为他命名的时候 心中所盼望的一样 我们能够经历 那从神而来的安慰呢 你在生活中 有重担或忧虑吗 或是在工作上面对挑战 或是在学习上面对压力 或是家庭面对经济上的需要 或是与家人 与亲戚朋友之间 面对相处的张力 或许 你最近因着家人 或自己的健康状况不佳 心里有许多的担忧和无奈 亲爱的弟兄姐妹 回到上帝的面前 唯有时刻 与他同行 让他牵着你我的手 让他的话语 照亮你要走的每一步路 他的同在和同行 才能在我们的生命中 带来真实的安慰 不要自己硬撑着 我们要转回 要在主里经历他的恩典 在堕落犯罪中 我们当如何回转 活出敬虔而蒙恩的生命呢 首先我们要带着 尊主伟大的态度 遵行神的心意 其次 我们要回转 时刻与神同行 如此 我们才能得着神的安慰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 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 借着这两章的经文 提醒了我 在每一天都生活在 你的话语当中 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 我要常常警醒 带着尊你伟大的态度 按着你的心意而行 主啊 我愿意在你面前 立定心志 每一天分别出一段时间 来祷告 亲近你 默想你的话语 明白你的心意 主啊 当我行差踏错的时候 我有不讨你喜悦的思想 态度和行为的时候 我求你提醒我 帮助我 谦卑悔改 重新转回到你的面前 行在光中 亲爱的父上帝 我也深知 当我与你同行的时候 在生活的困难和挑战中 你必赐下安慰和力量 在这条跟随你的道路上 我不孤单 仰望你 与属你的儿女 一同奔走这条属天的道路 如此祷告 是奉我主基督耶稣 得胜的名祈求 阿们 本节目由环球传播制作 我们的网址是 汉语拼音 环球传播 点 ORG 盼望您将节目转发出去 祝福更多家人 朋友